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een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rasulihi al-karim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Ammā ba'd 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天爱的各位前辈 各位兄弟姐妹们 愿平安 Allah的人赐与极倾在大家之上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 阿ربعين的奈威亚 奈威四十则圣训 这个圣训 哈蒂子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因为先知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在他二十三年的使命期间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的许可 他的拒绝 这些都被圣门弟子们 非常精确的铭记 传达 他们都很重视 先知Ammu alayhi wa sallam的一言一行 因为这都是基于启示的教导 我们如何去成为一个优秀的穆斯林 就看他是怎么做的 所以有成千上万的 关于他的生活的传述 不仅是宗教宫修方面 不仅是关于他怎么礼拜的 也包括他怎么吃 他怎么喝 他怎么睡觉 甚至他在与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就是平时圣门弟子们看不到的这些 他们也不放过 他们要去问 我们马亚图的米令 姓什么的母亲们 也就是先知Ammu alayhi wa sallam的妻子们 来了解他在家里的时候 做不做家务 然后封家的时候吃什么等等这些 所以圣训是非常之多的 那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穆斯林来说 并不是专业学习Islam知识的人来说 就要有一个轻重缓急 有个优先次序 那这么多的圣训 从哪开始学呢 先学哪些圣训呢 于是圣训学家们 他们就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他们就是从这成千上万的圣训当中 去根据一些主题 或者根据一些明确的目标 一些教学的方法去收集 或者去这个拣选 那就有一些这个圣训集 它的作用是作为这个教法学的证据 比如说Imam Malik的这个Mu'atah 就是这些 他收集的这些圣训被称 被称作阿哈迪斯 阿肯这个律令的圣训 就这些圣训都牵扯到合法与非法 能干与不能干 这些主命与圣行等等 其他有一些这个圣训 它可能主要是让我们产生动力和热情 去更好的崇拜 去提高自己的这个品德 那就比如说有 我们称作利亚德圣训集 但实际上是 的字面意思是 这个清廉者的花园 清廉者的花园 它的主要目的是 让大家能够成为清廉优秀的人 那其中还有一些 收集的这些圣训集 就是学者们精挑细选了四十段 根据一个主题 他选择了一个主题 那Imam Nawawi 他是这个圣训学家之一 他收集了四十段圣训 这四十段圣训 它的主题就是 这是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 最为重要的 最为根本的 最需要知道的一些基础的常识 所以就说 Nawawi四十则圣训 就可以说是穆斯林常识圣训 他在成千上万的圣训当中 找到了这四十条 在他看来 基于他的对Islam的深刻的认知 是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懂得四十则圣训 其中的道理 对于我们的信仰 是有这个奠基的作用的 那么 这个 阿尔巴尔的 Nawawi Nawawi四十则圣训 在 就是 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 广为被人们所阅读和教导 那么在 Masjid的Nawawi 在这个圣寺 也常年的有 这个Halqa 有这样的学习圈 就是去学习 Imam Nawawi的这四十则圣训 比如说 Sheikh Abduraz al-Badr Hafzahullah 就当代很优秀的一位学者 他在圣寺里就是 时不时的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开课 来教这个 阿尔巴尔的Nawawi 然后他自己分享了 就说这个课有多重要 这四十则圣训有多重要 他说在圣寺里面 有一个清洁工 而且还是一个非阿拉伯人 可能是巴基斯坦的一个清洁工 就是你如果去过麦加 你知道 很多这个服务业 现在都是由外国人来承担的 都是巴基斯坦人 孟加拉国人 他们来承担 那有这样一个清洁工 但是他爱好知识 对吧 不会受到自己的 就是人们看来的身份 或者说自己的职位的限制 他在那里 他是为了求学 我的清洁工也好 我这个扫地也好 但是我有学习的机会 我就要学习 所以每当Sheikh Abduraz al-Badr 讲这四十则圣训的时候 因为是基础的知识 他也坐到那儿听 他这个自己的工作干嘛 就坐到那儿听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来找Sheikh Abdurazak 他说 我觉得我已经成为一个学者了 然后他说 那怎么可能呢 你才学了这么一段时间 你怎么成为学者了 他说 因为我每天回到宿舍去的时候 我们宿舍里的人 有任何问题 我都能想到 这四十则圣训里面 有一条圣训 能够回答他 就这四十则圣训里的内容 或者说教导 可以包含生活的各个方面 总有一个适合的 总有一个能用上 所以Sheikh Abdurazak al-Badr 他就感叹说 Subhanallah 那就是这就体现出 Imam Nawawi作者 他的这种智慧 他真的是精心地选择了 四十段 我们非常需要的圣训 所以这四十段圣训 老威四十则圣训 也有中文翻译 也有甚至这个 就是他有许多的这个 对他的注视 或者说进一步的 禅明 比如说有一本书 这个青海的野政胡阿红 翻译的 他翻译的叫智慧人生 智慧人生是 我忘记了原作者是谁 就是一个作者 他对脑威四十则圣训的 一个注视 然后野政胡老师 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这本书 对我自己的Islam 也产生了一个奠基的作用 一开始最早是读古兰经 然后就读了这个 野政胡老师翻译的 脑威四十则圣训的 这个注视 也就是智慧人生 智慧人生 这个是香港 Islam文化协会出版的 杨阿红这个牵头出版的 大家如果有能力 找到这本书 下次回国的时候 或者国内有朋友 有的能寄过来的话 这本书我觉得 非常非常有必要去阅读 智慧人生 读了以后 基本上你对这个信仰的 这个基础 就已经基本上可以说过关了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前沿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学习这四十则圣训 然后我参考的这本书 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位老师 在圣词教学的老师 圣词教学的老师 圣词尔尔巴达 他的父亲 圣词尔巴达 他所著作的一本书 所以你想象一下 这个儿子有多自豪 教的是自己父亲写的书 你想象一下 这个父亲有多自豪 自己的儿子 在教自己写的书 所以这就是 我们应该有的一种 盼望和期待 我们也希望 自己的孩子 能够成为这个 众先知的继承人 传达知识的人 而且希望这个知识 是一个连续的一个链条 我的知识 将来我的孩子能收益 然后他又反过来 让我收益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本书 它就是叫做 就是说对这个 四十则圣讯的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 非常明确的禅明 并且他在后面 又自己选择了十条 加进去变成了 五十则圣讯 这样的一本书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则圣讯 以蔓纳尾水 书记的第一则圣讯 是 عن أمير المؤمنين أبي حافس 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传说字 姓什么的长官 أبو حافس 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رضي الله عن قال سميعة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يقول 我听到 阿拉的使者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说 إنما الأعمال بالنيات 的确一切情威 是基于局域的 وإنما لكل من ما نوى 每个人都将 获得自己所局域 想要获得的 而谁如果迁徙是为了金氏 获得金氏 或者是为了娶一个妇女 那么他的迁徙就是为了他所迁徙 所想要得到的 收集这则圣训的是 被称作 圣训学家们的领袖 也就是 他的全名刚才读过了 以及 他们俩的这两部圣训集 被称作 两部权威可靠的圣训集 是所有圣训集当中 可靠程度可以说最高的 而作者在这里也说了 这两部书是 是人类所创作的书当中 最可靠最权威的 就说 不允许任何人类所创造的书籍 是完美的 两部圣训集 这两部圣训集当中 有一些重复的圣训 所以就说 实际上并不是两个叠加 但是总共加起来 也有几千段圣训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穆斯林民族对知识的重视 很多人都通背了 这两部圣训集 我这样一提 大家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志向 还很年轻嘛 大把的时间 通背 很简单 以下 Allah能做到 给自己这样的一个 那个报复和追求 然后 他的这本书就是开始非常细节的 自真俱拙的去分析 这则圣训当中 我们能够收获的一些 这个哲理 或者说一些 对我们的利益 那么他开始说了 他说 他收集的 这是他的圣训集当中的 第一则圣训 就是 阿尔布哈利开篇 这是第一则圣训 然后 这则圣训 既然由布哈利和穆斯林 共同记录了 这个被称作 在圣训当中 有一种圣训被称作 指的就是 布哈利和穆斯林 共同记录的 如果是布哈利和穆斯林 共同记录的 那就是权威性最高的 圣训之一了 非常非常的可靠 因为这两位 圣训学家都有 非常严格的标准 他们收集圣训的时候 是非常严谨的 不会随便 别人说是圣训 他就接受 他有自己的条件 所以这个 这则圣训是 这两位圣训学家都记录的 当然其他的圣训学家 也有记录 然后他说 这则圣训被称作 在这个圣训学的术语里 称作 单传圣训 而且是 完全的单传 什么意思 他的这个传述人 就是 圣门弟子当中 只有一个人 传说了这些圣训 在 在 第二代的 穆斯林当中 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 传说了这些圣训 就是 然后在 下一代 第三代人 只有一个人 传说了这些圣训 再往下 第四代 只有一个人 传说了这些圣训 就是 在那之后 当然就 开始有了 这个圣训学的系统 就开始广为传播了 但是这种圣训 就是每一层上 每一个 只有一个人的 被称作单传圣训 在后来的圣训学家 有时候也用 这个词 就是叫做 单传圣训 你会看到 这个圣训是单传的 单传不代表 他不可靠 所以 作为一个圣训学家 那么他收集这部圣训集 不仅是为了 让人知道圣训的内容 也要让人知道 圣训的一些知识 和这个原理 其中一个原理 他之所以在他的 这部被称作 所有健全可靠的 圣训的收集当中 第一条 他就放了一个单传圣训 就是在告诉人们 单传圣训不一定不可靠 因为人们有时候 容易产生一个误解 既然只有一个人传说了 然后他只传说给一个人 他又只传说给一个人 那说不定这则圣训不可靠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反而有些时候 这个 有多位传说人的 其中有一个 如果说他的这个 阿黛拉 他的这个 就说 作风 或者说他的 Bobbed 他的记忆力 受到人们的怀疑 那反而虽然有多位传说人 由于这一个人的弱点 这则圣训反而会变弱的 而但是单传圣训 如果每一个人都很可靠 反而这则圣训 是非常健全可靠的 所以 以马姆的布哈里 也是在教给我们 一个可以说 这个圣训学的一个术语 就叫单传圣训 这则圣训是单传圣训 它结尾的时候 整个布哈里圣训 结尾的最后一则圣训 也是一个单传圣训 然后最后一则圣训 就是这个 阿布华拉 传说的 这则圣训 有两句话 是知人之所喜爱的 这则圣训 也是一个单传圣训 所以他在这里 就是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然后第二点 第二点是 他说 在他的四十则圣训当中 以这则圣训作为开头 作为他的第一则圣训 实际上这是一个 教法学家们当中的 一个传统 他说 许多的学者们 都以这则圣训 作为自己的书籍的开头 是这样做的 在他的书 也是以这则圣训 作为第一则圣训 以摩尔巴贺威 在他的这个书 《摩沙比乎寸纳》 以及《摩沙比乎寸纳》 也是以这则圣训开头的 以摩尔巴贺威 在他的书 《摩沙比乎寸纳》 也是以这则圣训开头的 所以 以摩尔巴贺威 在这里 他的四十则圣训 也是以这则圣训开头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提到 他说 之所以这样做 他在解释的时候说 是为了让人们知道 一切行为的开头 一切行为的开端 最应该重视的 一定要有的一个基础 就是 举意的纯洁 目的的明确 以及真诚 这则圣训 所有的学者们 都认同他的 首先他的健全可靠 他的这个 的确是 先知阿里里有所说的 一句话 然后也认同 他对于这个 我们的信仰的重要性 它是我们的 这个信仰的根基 是 我们的信仰的 这个支柱当中 最为重要的支柱 قال組贤 说 这则圣训会进入到 教法学当中的 70个门 70个领域都会运用到这则圣训 就是说关于这个利益 因为你会在学这个教法学的时候 无论是举义 无论是这个丰摘还是礼拜 还是送读古兰等等 他都会讲到他的Shrut条件 都会讲到他的Arkan这些支柱 那基本上所有宗教工修的Shrut 都包含一个利益 就是举义 如果没有举义 你哪怕执行了完全的这个 完整的这个过程 但是你这件行为不被接受 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Emmanuel Scherferi说 他会进入到70个教法学的门类 他也说 他说这则圣训是知识的三分之一 其他许多的学者也这样说 说他是那些能够 就是Islam如果让他作为一个建筑 有这样的几则圣训 可以说是衡量最为重要的支撑 其中这则圣训就是其中之一 学生们有不同的意见 说到底有几则圣训 可以支撑起Islam的大厦呢 有几则最为关键的圣训呢 有说有三条的 有说有四条的 有说有两条的 也有说只有一条圣训 但是 这些被称作就是 Islam的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 或者Islam的全部的这些圣训 Emmanuel Emmanuel 全部都在这四十则圣训里收集了 也就是说 无论你说是有两个 还是三个还是四个 这些我这里面全都有 只要你学了这四十则圣训 你的Islam的大厦就可以建立起来 然后他也提到 许多学者之所以喜欢把这则圣训 作为自己的书的开篇 哪怕这本书不一定是关于圣训学的 哪怕是关于其他的知识领域 但是他们喜欢把这则圣训放在一开始的位置 原因就是首先是提醒自己作者本人 我写这本书如果举意不是为了阿罗的喜悦 我白写了 我无论下多大的功夫 做多少调查也没用 同时也是提醒读者 你在读这本书的一开始 举意也要明确 如果你读这本书是为了之后去跟人们炫耀 背下来了以后跟人们展示 那你也白读了 对你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的作用 很多这个教师 很多老师们过去的这些 在教他们的学生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是把这则圣训 作为第一个要教的内容 让他们理解一切行为全凭举意 这样的话他们的求学才会顺利 他在解释这则圣训的时候 他说 这则圣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让人们知道 一切行为如果追求的不是 阿罗的喜悦 阿罗的接受 那么他就是不肯 是无效的 在今世或者后世都没有任何的成果 他也说 这则圣训是那些 可以说 伊斯兰承载在其上的这个圣训之一 伊姆·Shafi'i 说 这个哈记 它是三分之一 前面提到 他进入到教法学的七十门 他说 伊斯兰是建立在三则圣训之上的 第一个就是 一切行为全凭举意 这个则之后也会学习到 第二个就是 阿罗的这则圣训说 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宗教当中 新生一件本来不属于它的事物 它是被否认的 它是不会被接受的 之后 这个在四十则圣训里也有 以及哈记 那就是 合法的是明确的 非法的是明确的 这则圣训之后 在四十则圣训里也有 也会学到 所以这三则圣训 以'Mahmed 是伊斯兰的根本 有人在解释 以Mahmed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 有人解释说 这个宗教全部 它就是三样事情 我们其实在搞三样事情 做被命令的事情 远离被禁止的事物 然后在怀疑的时候跟钱止步 这就是这个宗教的全部 再重复一遍 这个宗教就是 做你被命令的事情 远离你被禁止的事物 然后在有疑虑的时候 有怀疑不确定的时候止步 或者说谨慎 这就是这个宗教的全部 所以他 封朗阿姆老说的这三者圣讯 统一的解答了这三个方面 尤其是 Shout out to people 说 的确合法的是明确的 非法的是明确的 其中有一些灰色区域 许多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谨慎这些灰色区域 那么他的确已经保护了自己的名誉 保护了自己的宗教 这则圣讯其实就已经垄盖了这三个这三项 但是另外的那两则圣讯 Omar的圣讯 而一些圣讯就更加详细的解读了这两个分支 被称作这个Islam的根基的圣讯 有这样几个就是学者们提到的 有人说有三个有人说有四个 有人说两个有人说三个有人说四个 有人说五个有人说更多 但是包括这些 你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母妇当中四十天的时候成型 然后再过四十天怎么样 再过四十天怎么样 这则圣讯我们之后也会读到 然后另外一则的哈蒂子 一个人的优美的体现就是远离与他无关的事物 以及这则的哈蒂子 的确 Allah是纯洁的 他只接受纯洁的 以及这则圣讯 你们任何人没有完整的信仰 除非他为他人所爱 如同为自己所爱 爱人如爱 其实还是真信实 以及这则圣讯 不要伤害也不要被伤害 以及这则圣讯 如果我命令你们一件事情 你们就要尽己所能地去完成 以及这则圣讯 如果你远离 如果你这个淡薄金是 Allah就会喜爱你 如果你远离人们所拥有的人们就会喜爱你 当然这则圣讯的健全可高兴 学者们有不同意见 以及这则哈蒂子 宗教就是尽忠 这些哈蒂子 学者们通常会讨论 他们说是作为这个宗教的根基的 好 现在第四点 终于来到了这则圣讯的这个原文 这个借词在阿拉伯语里有一个限定的意思 就是指示的意思 行为只是基于举意的 好像就是说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 就举意最重要 就是强调它的重要性 行为只是凭借它的举意的 所以这个 他们说这是 这个是关于限定的一个借词 然后这里的 这个定贯词 学者们说指的是 就是宽泛 一切行为全凭举意 所以中国人这个 中国的学者们翻译的也很好 一切行为全凭举意 也就是说不光是宗教工修方面 不光是礼拜需要举意 这个风筝需要举意 你的睡觉 你的吃饭 你的喝水 你的结婚 这些都需要举意 一切行为都需要举意 然后 哪怕是类似于吃和喝这些 平常我们看来是母伴 就是 并不是善行 也不是恶行 只是普通的生活所需的 这样的圣讯 如果他的举意是为了强化自己 让自己更有能力去顺从 那他也会有回事 所以一个经常举的例子 就是一个人晚上睡觉之前 我为什么要睡觉呢 因为我不睡的话 没有精力去诵读 礼拜的时候困得很 站不住 我睡觉了之后 早上起来精力旺盛了 我可以更好地去礼拜 更好地去学习 更好地去执行 Allah 所谓的命令 所以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要强调举意的重要性 而这里的 这里的 这个定冠词 它是替换了这个 替词 它也就是说 实际上是 一切行为是基于他们的举意的 每一件行为有相应的举意 这个词 在阿拉伯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说 好捏体 这个词 它在阿拉伯语里是 目标的意思 就你做一件事情 目标是什么 你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 而它的这个作用 有这样几个 就是 它是为了区分不同的行为 就是行为之间 你怎么做区分呢 通过逆业做区分 举个例子 中午上礼的礼拜 也是四拜 也是不出声诵读的 下午阿斯ر 不礼的礼拜 也是四拜 也是不出声诵读的 那假如一个人 就是除了我们 姑且先不看这个时间 如果一个人 他礼着四拜 你怎么知道 他在礼赌哈 还是在礼阿斯ر 假如你不知道 什么时间的话 或者他怎么知道 他在礼赌哈 还是阿斯ر 就是举意的区别 逆业的区别 将决定行为的区别 所以 与发达之间的区别 第一个是举意 然后 就是 主命与 这个复工之间的区别 也是逆业的区别 就是 你进到清真寺里了 现在比如说 到了阿斯ر的时间 你可以先礼两拜 这是 你可以直接 动作是一样的 开始直接进入到 主命拜 这个行为的区别 就是逆业 你在入拜的时候 你举意的是 复工拜 还是主命拜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 行为与 这个工修的行为 与日常普通行为 之间的区别 也是靠逆业 他举的意思是 就是这个 一个人 他现在去冲个澡 比如说 我们所说的洗大净 他的基本要求是 全身只要水过了一遍 你的大净就成立了 但是 有一个条件叫举意 假如一个人 现在去洗澡了 全身的水都浸了 但他并没有举意 要洗大净 他还是在没有大净的状态下 虽然他洗了 同样的道理 一个人比如说 早上起来了以后 好 现在洗了手 然后嘴里感觉有味道 竖了一下口 鼻子呼吸不通畅 呛了一下鼻子 然后胳膊上有点脏的 把胳膊也洗了一下 然后头发痒得很 把头发也摸了一下 然后最后一看脚也脏着 把脚也洗了一下 然后他出了洗手间以后 一想 我刚所有的小净的 这些都做了 那我直接开始礼拜吧 阿拉伯克巴不行 他没有洗小净 因为他没有举意 洗小净 所以这个内衣非常重要 所以教法学家们就讨论说 一个人如果忘记了举意 即便他做了所有的这些行为 他仍然没有小净 甚至在汉白里教法学派里面 这个乌斯 就是大净本身是包含小净的 你在洗大净的过程当中 可以同时洗了小净 出来以后 你既有大净又有小净 但是其中条件之一就是 你同时举意了要洗小净 假如你只举意了要洗大净 你出来了以后有大净没小净 你还得再洗小净 所以这个举意很重要 另外 接下来这则圣讯说 每个人都将得到自己所举意的 他说 这里所说的就是 一个人他做了一件行为 但是他的收获 只是他自己所举意的 所以大家做同样的行为 但是收获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第二句 第一句是牵扯于这个行为的 正当性或者说他的 一句话 一切行为全净举意 指的是行为的属性 或者说行为的性质 行为的是否被接受 他的正当性 他的正确性 而第二句话 每个人得到他所得到的 这个就是行为的结果 或者是行为的收获 每个人所收获到的 只是他自己所希望得到的 他说 这不是一句重复 这里增加了 第二句话增加了意思 第一句话指的是 行为是否成立 是否正当 是否有效 取决于他的举意 而第二句话 指的是他的这个 他的回刺 有没有回刺 有多少回刺 取决于他的举意 有多纯洁 他的目的有多纯正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他的举意 是不良善的 那么他的惩罚的严重程度 也是取决于 他的这个举意 有多么的邪恶 有多么的这个恶劣 然后也许一件行为 本身是这个 如果他的举意是谋 就是他去 比如说睡觉 只是为了睡觉 那他的结果就是谋 就是没有奖励也没有惩罚 但他的举意 如果是良善的是好的 那他这个 这件行为就获得 这个sell up 就有回刺 他的举意如果是不好的 他相应的也会获得惩罚 同样比如说 一个人去一个地方 他去那个地方 也许是为了劝善皆恶 这个传达真理 他去那个地方 也许是为了 这个悖逆阿拉 喝酒 饮酒作乐 所以同样是这个去 过程是一样的 他的举意不一样 他得这个行走的这个过程 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重视自己的举意 因为他会决定我们的结果 然后 如果迁徙 是为了阿拉和他的使者 是去向阿拉和他的使者 那么他的迁徙 就是去向阿拉和他的使者 这里就是 在这个大体的原则下 开始举了一个例子 为了更清晰地 让大家理解 他举的这个例子 Hijrah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因为迁徙的时候 是最考验人们的目的的 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肯定是有目的的 有些时候 其他的生活当中的日常行为 有些时候就是习以为常了 惯常的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干啥 反正就做了 因为天天都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从一个地方 迁徙去另外一个地方 你肯定是有个目的的 没有目的你不会去的 因为这打破了常规 所以他举了这个例子 先知阿里伊斯拉图斯拉姆 举了一个非常能够 说明问题的例子 那么这里 Hijrah这个词 在字面意思上 在阿拉伯语里 是Tark的意思 是放弃的意思 所以Hijrah 与其说 其实更加关乎的是 你留在身后的 而不是你面前的 所以我们说 Hijrah是你要把什么放下 所以当时的这个姓氏们 很多他迁徙 从麦迦去美地 就是要留下很多的东西 把自己的钱财留下 甚至有些把自己的家人留下 把自己向来所熟悉的 这个生活方式留下 去向陌生 所以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放弃一种Tark 所以我们现在 在考虑迁徙的时候 不能总是在想 我能得到什么 也要想 我要留下什么 我要把什么抛在身后 为的是把什么抛在身后 这些也很重要 比如说 Bi Tarki baladil haufi Ila baladil amin 离开一个危险的地方 去向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种迁徙 然后说 比如说从这个麦迦迁徙 去Al-Habashah 就是Abissinia 最早的这些姓氏们的迁徙 是因为为了这个免除迫害 这是一种迁徙 再比如说 Watakunu Tarka baladil 等一下 Watakunu min Bilaadil kufri Ila bilaadil islam 从一个不信道的地方 迁徙去一个 Islam的地方 一个Muslim所居住的地方 这也是一种迁徙 比如说从麦迦迦迁徙去 Madeena Wa qad in tahatil Wa qad in tahatil hijjratu ilaiha Bi fathih mecca 在麦迦被 这个开放之后 在收复麦迦之后 再没有这种 从麦迦迦去 麦迦迦的迁徙 但是从Bilaadil shirk Ila bilaadil islam 从这个 以物配主的地方 去向Islam的地方 也就是说 从非Muslim的地方 去向Muslim的地方 这种迁徙 把Qiyah 从Ila qiyah Misra' 一直到末日成立 都是开放的 都是成立的 而且也是被鼓励的 学者们始终鼓励 信使们要迁徙去 Muslim的土地 因为这不仅是 生活更方便的问题 不仅是每条节 都有清真寺的问题 不仅是孩子们 从小能够学习Quran 而且吃清真的饭 不用发愁的问题 更是一个Muslim的 Riza 有尊严的问题 就是你在Muslim的国家 你大胡子 戴头巾 没有人会觉得你奇怪 人们会甚至称赞你 所以在一个Muslim的国家 你是有尊严的 是有这样的一种 就是你展现自己的Islam 你践行Islam 是很方便的 没有任何的威胁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学者们鼓励 人们要迁徙去Muslim的国家 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也就是了 最终目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生活在Muslim的土地上 因为我们有这种尊严 有自由 哪怕生活贫穷一点 哪怕生活不太方便 所以说 谁如果迁徙是为了这样的一种目的 那么即便生活看起来 这个更加的生活质量下降了 但是他的心灵的生活质量 他的内在的生活质量会提升 而这里另外的一个点是 谁的迁徙是去向Allah和他的使者 那么他的迁徙就是去向 还是的 有人说这是不是重复了呢 这没有重复 他说这里面 他把这个条件和结果 或者说行为和他的收获 总结在了一句话里面 所以这句话他总结了这个条件和回赐 Ibn Rajab也说 一个人的行为的收获 或者说他这个收获可能是好的可能是不好的 他的收获的程度取决于他的行为的 安尼亚举意的端正的程度 所以有一则圣讯里面提到 这个一个人可能离拜了之后 他离开离拜的时候 他所得到的是 一直到这个 一个人他可能离拜了之后 但是离开的时候 他只得到了十分之一的礼拜 或者九分之一的礼拜 或者八分之一的礼拜 或者七分之一的礼拜 一直到二分之一的礼拜 同样 大家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最后你收获到的这个 Edge的回赐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的举意的真诚程度不一样 你的行为的质量不一样 然后先知阿里斯拉图斯 他们这里举的例子 也是让我们知道 即便是一件看起来美好的行为 对吧 比如说从麦加迁徙去美地 加入穆斯林 到穆斯林社区 他的举意也不一定是纯正的 所以一个人 即便是这个外在行为优美 不一定之间行为对他有益 因为他举的例子 就是有些人去美地 当时为什么去美地 因为他喜欢那边的一个妇女 为了结婚到那去 或者是现在看起来 穆斯林混得不错 条件也好了 生意做得好 我到那边去钱多一点 有这样的举意 所以看起来是好的 不一定举意是好的 而如果举意有问题 那么他的结果也会受到影响 一个人如果迁徙 是真的为了离开库弗 离开不信道 离开对自己的信仰的限制 能够更好的更自由地去崇拜 这种嗨执 就是真的为了 阿拉他的使者的 为了获得一个作为 穆斯林的尊严 这样的迁徙 是真的为了 阿拉他的使者的 然后有趣的是 第二句话 下一句话 他说 如果他迁徙是为了获得金氏 或者是为了 这个 与一个女性结婚 他这次没有像上一句那样 他没有重复说 那么他的迁徙就是为了获得金氏 或者与一个妇女结婚 而他说的是 那么他的迁徙就是为了 他所迁徙去的 这里是一种 就是语言的魅力 先知阿里斯拉 说话是非常有魅力的 因为去往 阿拉他的使者是有价值的 所以他也值得被重复一遍 所以如果为了阿拉他的使者迁徙 他就是为了阿拉他的使者迁徙 这里是值得重复的 所以如果是为了金氏 或者为了和一个妇女结婚 那他就是为了什么而去 为了他所迁徙而去的 就不重复了 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不值得被重复 这里也是一种 这个语言的 在后代的一些盛训学家们当中 有些人提到了一个故事 关于这个盛训的故事 或者说背景 后代的一些盛训学家们说 有一个人 然后他当时是为了 与一个妇女结婚而迁徙的 所以人们把他称作 为一个妇女而迁徙的人 然后先知阿里斯拉特斯拉 说了这则盛训 但是イmam ibn Rajab 就很权威的盛训学家之一 他说 我没有找到 关于这一点上 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传述 就说其实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这只是一个 我 Allah知之 但是这应该来说 只是一个普遍的笼统的教导 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 第八点是 这个尼亚举意的位置在心中 甚至这个作者 说口头的表达 口头的表达尼亚是一个 是一种异端 是一种新生的衍生的事物 因为先知阿里斯拉特斯拉 没有这样做过 所以如果说作为教学起见 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啥也不懂 他不知道怎么举意 我们给他教一下 你这样说 为了知道怎么举意 作为一种教学可以 但是一旦他知道了 他现在明确了 我在这个时间 礼拜 然后我礼拜是为了 阿罗的喜悦 就没有必要在 用语言去表达了 这个尼亚是在心中的 你现在他说的举意 不一定是他心中的举意 实际上最重要的 还是看你心中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说 所以这里 这口头的表达举意 是不被允许的 除非是 但是有例外 除了这个朝静与复朝 朝静与复朝 因为朝静有 他会说 我向你而来 为了复朝和正朝 一个人可以会说 我来向你朝静 这就是单朝 只是正朝 没有复朝 或者我只是来复朝 这个是要明确提到的 因为这是有这个 因为这方面是有这个 是有先知 明确的一个例子的 但其他方面 他从来没有 用语言去表达 自己的这个举意 好的 那么现在 从这则圣询当中 我们能够学到的一些 马上就结束了 从这则圣询当中 能够学到的一些 这个知识点 第一 没有行为 除非是凭借这个举意 也就是说 你的行为是 没有价值的 或者说 没有得到任何的认可的 除非是有举意的 除非是有一个目的的 第二 行为他的这个性质 属性 以及他的回刺 结果都是取决于 他的举意的 第三点是 一个人他的行为的结果 或者说回刺 取决于他的这个 举意的质量 举意的程度 第四是 这个教学者 应该通过举例子的方式 来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因为在这则圣询当中 先知 举了一个 迁徙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举意的问题 所以这个举例子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教学方式 第五点是 这个迁徙的尊贵性 因为被描述做 去往 阿拉伯和他的使者 可见迁徙的这个 尊贵性 然后还有 在这个 穆斯林当中 他记录里的 在哈蒂斯 是阿拉伯和他的传说的 阿拉伯和他的传说的 阿拉伯和他的传说的 是相对比较晚 接受伊斯兰的 圣明弟子之一 他是在迁徙之后 第八年才接受伊斯兰的 那他当时 而且在接受伊斯兰之前 他是这个 麦加这边 多神教徒的一个将军 领军作战 杀死过很多的穆斯林 当时他与哈利 阿拉伯和他的 共同迁徙去摩迪 然后要接受伊斯兰 但他就说 阿拉伯和他的使者 我接受伊斯兰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他说 问你什么条件 他说 我希望你能够保证 我之前的这个罪恶 都被饶恕了 能够让我这个重新开始 先知阿拉伯和他的传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一个人的伊斯兰 就是接受伊斯兰 会消除之前 所有的罪行 所以一个人 刚归信伊斯兰之后 就是这个 从头开始 一张白纸 而Hijra 迁徙 消除之前 所有的罪行 一个人迁徙 去了摩迪 他之前 所有的罪行 都被消除了 以及Haj 朝进 消除之前 所有的罪行 一个人朝进了 以后 就像他刚出生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 这个 接受伊斯兰 我们已经没这个机会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伊斯兰 你不能说 我能不能不信 然后我再信一次 不可以这样做 Hijra 这里指的Hijra 就是当时的 从这个 麦迦去摩迪 这个Hijra 也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当然 现在我们有自己的 这个小范围的 或者说 其他方式的Hijra 从一个非Muslim国家 去Muslim国家 这当然是有回刺的 但是 不是这里所说的这个Hijra 这里所说的Hijra 是从当时的 麦迦去摩迪 这个我们也没有机会了 但是Haj 我们还有机会 Haj 能够消除之前 所有的罪行 朝进 所以我们都应该举异 并且做准备 去进行一个完美的朝进 第六 一个人 他会 也许因为 自己的举异的不同 同样一件行为 根据他的举异 他可能会获得回刺 可能会获得惩罚 或者可能什么也没有 这是取决于他的举异 第七点 一件本来 不罢普通的事情 如果 他的这个目的是 为了更好的去崇拜 是为了一个 这个有益的目的 那么他就会 因此而获得回刺 比如说 吃或者喝 如果他的目的是 为了 为了更加 有精力和能力 去崇拜 那么他的吃和喝 都是有回刺的 第八点 那就是 同样的一件行为 也许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有回刺的 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 反而是有惩罚的 因为他的举异不同 所以这就是 第一则圣询 Innamal'a'amal'u b'niyat Shayh Alihan Muda 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次 我好像也分享过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 聚会当中 有一个人敲门了 咚咚咚敲门 然后有一个 就靠着最近的人 他起身就要去开门 然后这个老师 这个Shayh就问他说 等一下 你去干嘛 那学生说 我去开门 他说就这一个目的吗 他说就这一个目的 他说那你坐着 我去开门 然后这学生 就莫名其妙的 他说你开门 我开门都是开门 为什么要你开门呢 他说因为你说 你只是为了开门 你只有这一个 母爸 就是普通的 既没有回刺 也没有惩罚的 普通的行为的举议 他说我不一样 我去开门的时候 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 现在我的一个 穆斯林兄弟 一个需求 我去解决他的一个需求 解决他的一个困难 这是有回刺的 我见到他以后 要跟他说 阿里阿里阿里 跟他导致我后 这是有回刺的 我邀请他进入 一个求学的圈子 这是有回刺的 他总共列出来了 40项举议 就这一个开门的行为 他列出来了40项举议 所以同样的开门 这就是会做生意的人 这才是passive income 这才是被动收入 所以 他说有些人 他躺在坟墓里 自己的善心不断再增加 没关系 人躺在坟墓里 但是工过部 还是天什么还在写呢 他生前举议的一些行为 传流不息的施舍 人们受益的知识 为他做 做读药的青年子女 所以 过去的很多这些 这个优秀的学者 他们怎么成为优秀的学者 在母亲怀孕的时候 母亲就已经开始举议了 刚怀孕的时候 就说我希望我的这个孩子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古兰经理也提到 这个Maryam的母亲 Emran的妻子 当她怀孕的时候 她说 我举意让我腹中的这个孩子 完全为你而服务 求你接受他 你是全听的全知的 所以我们要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尽量多的 有一些能够获得回赐的举意 你比如说礼拜吧 很简单 就拿礼拜做个例子 有些人礼拜他就说 为什么要礼拜呢 因为他是一个主命 因为必须要做的 这是我们的义务 好 这的确是一个举意 就是第一个是 完成一项义务 对吧 完成一项这个主命 但同时我为什么要礼拜呢 因为我要 这个效仿圣行 先知阿里斯拉图三 曾经礼拜 这也是一个逆 你又多了一份回赐 第三为什么要 这个礼拜呢 因为是一种 让我更加靠近 或得了 这也是一种纯洁的举意 所以一件行为 可以有多种的举意 而举意的纯正 将决定我们行为的成正 所以有些学者说 我真希望有些学者 能够终其一生 花一生的时间 就教人们如何去举意 这个是需要学习 需要锻炼的 一个好的锻炼方式 就是每次不断地 养成问自己 和彼此问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出门之前问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 这个地方 目的是什么 举意是什么 然后比如说 要去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要为什么要去那个国家 目的是什么 举意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 出去钓鱼 为什么要出去钓鱼 举意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这要问的 否则你就是母霸 没有回赐也没有惩罚 就时间花了以后 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你有个举意了以后 不举意白不举意 就这样说的 反正你有了举意以后 他又不花你钱 又不干什么 但是免费给你增加 一些回赐 多好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今天要去钓鱼 为什么要去钓鱼呢 给我的家人增加一道菜 服务我的家人 让我的家人 今天吃得更好一点 这就有回赐了 然后说 去这个 在这个古兰经当中 告诉我们说 大海里的一切 水里的一切生物 对你们都是合法的 所以我去寻求 阿拉的合法的给养 这又是一种取义 第三个是我去 观察天地万物的创造 思考阿拉的大能 感赞阿拉的美好 这又是一种取义 然后我去了以后 也锻炼身体 钓鱼也累 我锻炼身体完了以后 身体更加健壮 就能够更好的 为主道服务 做更多的 这也是一种取义 忽然一下 同样是去钓鱼 你跟别的人钓鱼 就不一样了 你回来的时候 你的工作部上 增加了很多的行为 这都是我们需要 去锻炼和熟悉的